我们要颁发的这项荣誉是年度时尚影响力的男明星 他们在舞台上偏若惊鸿彰显男性的时尚魅力 同时呢让美和力量都具有生命的张力 有请我们今天荣誉的揭晓嘉宾是演员歌手楼亦霄和歌手孟佳 有请两位 哇哦这个帅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佳歌孟佳 哈喽大家好我是楼亦霄 今天就是要揭晓我们的荣誉了 是我们今天颁的是时尚影响力男明星 嘉宾认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获得此奖项呢 首先我觉得一定是一个男明星 哦对对那是肯定的 对第二个其次我觉得他肯定有时尚的影响力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啊 好搜狐25周年庆典继搜狐时尚盛典 年度时尚影响力男明星入围的都有谁呢 请开大屏幕 获得搜狐25周年庆典继搜狐时尚盛典 年度时尚影响力男明星提名的有 罗依州 王安宇 张云龙 黄明浩 哇哦 这个竞争挺厉害的 厉害了 这个竞争非常厉害 对 那我们就揭晓吧 好 获得搜狐25周年庆典继搜狐时尚盛典 年度时尚影响力男明星的是 罗依州 恭喜 恭喜 恭喜罗依州 舞台上轻弱惊鸿 宛若游龙 生活中品味独到 造型百变 富有年轻力的他 总能带来经验 恭喜罗依州 好 谢谢我们两位 斑法荣誉的嘉宾 谢谢 谢谢益潇 谢谢孟佳 好 一周先来说一下 获得我们年度时尚 影响力的男明星 什么样的感受 大家好 我是罗依州 然后首先 非常荣幸 可以获得这个奖项 感谢搜狐 感谢搜狐时尚 这也是我在搜狐呢 获得的第一个奖项 就对我来说呢 不仅仅是一种认可 更是一种鞭策 因为大家都说啊 一个人在努力奋斗和蜕变的时候 是最有魅力最潇洒的 希望我自己呢 可以继续努力 然后争取未来 在搜狐获得更多的奖项 谢谢 益潇 刚才我在看我们那个 直播的那个公屏上的谈幕 我来求证一个事儿 很多人说 一周生日快乐 是哪天生日 谢谢 谢谢 我是3月16号的生日 就快接近了 对不对 快接近了 然后呢 很多朋友都在说 是军艺的领舞 然后是文公团团长 给你安了很多的头 我知道你因为热爱 然后在那个中国舞的舞台上 耕耘了14年之久 所以你是怎么来理解 就像我们搜狐提出的 长期主义这样一个名词 我理解的搜狐长期主义是 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把时间和信念都放在 能够长期产生价值的事情上 并且需要持之以恒 需要言于律己 要不断地在追梦的道路上 去蜕变和突破 所以希望未来呢 能够和搜狐一起 做快乐的追梦人 并且坚持长期主义 共赴美好 谢谢 谢谢罗一周 谢谢 谢谢 谢谢您 恭喜获得我们的荣誉 好了 这样呢 我们要颁发的这项荣誉呢 是年度英语